她有什么缺点吗 一个就是她不够有上进心 这个上班的事情 她就是我觉得她有点太黏我了 就是我们两个人 她特意就是三个多月 寒假暑假 除了过年的几天 她都是在我旁边的 她就跟着我回来 但是因为她 我也是早上我六点多 我就起床去找她了 晚上两三点钟我才回家 然后陪我爸妈时间也没有 因为有时候我不陪她 她就得我大老远一个人 我也无聊 我又没朋友 我就想真的我陪你吧 其实我不陪她的时候 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 她每天也是早吃完 我哪有每天早吃完 姑娘我发现一问题 其实她陪你那三个月 你比上班还累 她是工作十二个小时 我早上六点钟 你是早上五六点钟是吧 我有时候晚上就不睡觉 我们两个一起就聊天 聊到从小就找她 然后见面 真不容易 然后就是她出去玩 她以前是喜欢出去玩 但是她不给我出去玩 然后我跟她在一起一年多 我就只出去过两三次 我一个人 出去玩是指什么呀 就出去唱个歌 她就不允许我晚上出去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异地嘛 然后晚上她一个人出去 我也担心呢 哦 有一次她因为出去玩 就是她今天跟我说 就是今天我就是要出去玩 你不给我出去玩 我就跟你分手 啊 她就这样 那我被你逼急了吗 我就想说你要改一改 你说你今天这次出去玩了 或者说 咱隔多少时间出去玩一次 我觉得这都可以商量 没什么 因为我已经为了你改了很多 我以前这么多朋友 吃夜宵 唱歌 聚会什么的 我现在不都 叫我不都不去了 啊 我问问啊 这个孩子脾气好吗 脾气不好 他脾气不吵架 脾气还不好啊 他是冷暴力那种 不说话 他就闷着 就不说话 然后有时候生气了恶狠 看你一下头又不说话 就他是那种不说型的是吧 嗯 他不喜欢说话 也不道歉 就是要不就是直接砸东西了 什么的 砸东西 对 砸什么东西 摔电脑 他说我想打个游戏 我说那你打游戏了 我干啥 我说你这次要不别打了 然后他就生气 就想打一把游戏嘛 因为他那个游戏 他也懂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在我旁边 你就看我打一把游戏 他就是飞不肯嘛 然后我就急了 我就把电脑给砸了 对 他手一挥 电脑摔了 碎了也就算了 他那个牛肉汤 全倒在墙上 他就走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 都在地上 哎 这可怎么办啊 然后我就得拿拖把来拖 哦 因为就是他下载了一个软件 一个贷款软件 嗯 我就想问问他 他说啊 我没有下啊 我说那哪来的 就那个软件 我也不知道 他就是无恙无故 好像手机中病毒了一样 啊 他就是有那个软件 但是啊 也有那个验证码 然后我根本就不记得 那个验证码 啊 真的很好笑 他这个解释 他就是验证码 要点发送验证码 手机短信里面才有嘛 凌晨三点半的时候 有的这条信息 嗯 我说那不是你 他说我仿佛在闷游 他说我 我就是不知道 我说那是鬼弄的 他说我也不知道 哪是鬼弄的 哦 你这个理由 怎么想出来都不知道 他一定说他没弄 就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我忘了 我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有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一直非要停嘛 那这是谁弄的 这是谁弄的 然后我就急了嘛 嗯 我就 旁边有只手机 我就砸了 啊 他说我就是没有弄 碰 你想 然后我当时 你把我手机砸了 对 然后他又砸了一个 把自己手机碰 我说你干什么 要砸我的手机 他的解释很好 他说我砸错了 他说我想砸我自己的 这真的很搞笑 这自己的都要 那你们俩每次吵完架 应该都是你求和 是不是 你说他冷暴力 对 我就是我也不求和 我就是找他 他摔门走的时候 我就说你回来吧 因为我觉得说 这种事情 没有必要到分手的地步 然后我就说你回来吧 大多数的时候 我给他这个台阶下了 他就会来找我好 就是态度就很好的 然后解释一下 咱俩就好了 钰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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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钰锅